枪手在芬兰南部城市徐温凯市中心的一座建筑物的屋顶 用大口径步枪向街上的人开枪 一男一女中枪身亡 枪手又向赶到的警员开火 一名女警中枪中伤 枪手逃走时被警员拘捕 两名死者都同样是18岁 暂时未知枪手是否认识他们 或是胡乱开枪 正在调查他的开枪动机 芬兰是欧洲持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去年6月份以来 一系列枪击事件 促使芬兰当局收紧相关法规